还累了什么都不管 手机关了世界变简单 暂停忙碌的打转 想脱掉责任感 想脱掉白衬衫 做些事让心情释然 不为别人是自己喜欢 太多眼里的拼盘 想永远被存在 是自找麻烦 不如自然 终于那自我的人最勇敢 面对最热爱的 其实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 自由自在 那就跟浪漫想 放假像阳光 想疯狂 找一片蔚蓝大海 痛快冲浪 找一个豪华邦想 所有嗨的长相 放假像街放下 分享 找一种开心电影 笑得很爽 找一群知情朋友 从黄昏了到天会了 为什么你今天做汤圆做得这么慢 平时做得很快的 是你上次说 汤圆要做大一点的好吃吗 所以我这一次准备做大一点 已经够大了 可以拿去煮了 不行 一定要每一颗都一样大才行 你看 这几颗还不够大 用不着这么严格吧 我也不想因为我弄得整锅汤圆 都不够完美吗 汤圆呢 要每颗都一样大才好看 一家人吃起来才开心嘛 芝蓉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没有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不说 我以后都不会听了 其实呢 我是真的不想再去想展才了 你放心吧 我现在只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不会再有人不开心 那我心里就踏实了 最重要 晶晶能够嫁个好人家 那我这个做大姐的 就真的无所谓了 你真的这样也无所谓 你要是不相信我呢 现在就可以去找一个媒婆 帮我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 我也不需要见她的 等到过门那天 通知我上校就行了 那你就不用担心 我现在是说谎 或者怕我到时候跑了 你觉得骂是这种人吗 能做得出来 当然不是了 我只是想大实化小而已嘛 我现在是不让你嫁给展才而已 又没有不让你挑选其他的男孩 其实是谁都一样的 各位祖先在上 我这个做媳妇的成心叩拜 希望各位指点迷津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究竟应不应该让他们成亲呢 如果你们都觉得应该的话 就显示个圣碑通知我 就这么决定吧 我也知道 我是一样的 我就是一个好 基本上你都没有 就是一个宝宝 我们为什么要去 他这样 我就是一个宝宝 阿南,你在求什么呀?这么久了还不出来吃饭,菜都凉了 我拿去热一下,不用了 芷柔,坐下吧 我刚才求的是,应不应该让芷柔和文展才在一起 结果是怎么样了? 得出的结果是 我买的是围猎产品 没有理由我扔了这么多次都扔不出一个省碑来 这就足以证明这个制造商根本就没有按照规矩去做 弄得老是同一面,这是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真是太不像话了,这种东西都可以造假的 这些奸商一定会造天谴的 所以,我为了抗议这些奸商,漠视我们百姓的安全和感受 我决定要跟他们对抗到底 他每次都给我纯阳,我就每次当他是圣碑 我决定让芷柔和展才继续来往 真的 妈 你是不是在试探姐姐 这不是真的吗 芷柔再不能接受刺激了 我这次说的是真的 天地为正 芷柔 好好的 你不是酒的吗 Library 梁大小姐 上次你怎么不理我就走掉了 你之前要的布料已经到货了 我还想让你看看喜不喜欢 不好意思老板娘 她上次因为肚子疼 要赶着去茅厕 原来是这样 你们两位先进来坐一会儿 我去把布料拿来给你们看一看 幸好能够成功让我妈回心转意 不然我们定下的嫁衣布料就浪费了 一条心就会事成的 这次我们集合了两家人的力量 怎么会不成功 回想那天晚上 那她的严重性和重要性 我就不多讲了 至于 你这个贪财鬼看什么 谁给我打你啊 谁看你啊 你给我钱啊 你这别吵了 没时间了 是啊是啊都别吵了 不要吵了 不然你们的妈妈和你们的妈妈突然要上茅厕 发现全家人都不见了 那就糟了 好了 言归正传 我们今晚会议的代号是 喂 喂 你们怎么都没想过 没有 这个简单呢 行动的代号就叫做代号 哦 那好吧 就这么决定了 那我最后再说一句 这次我们代号行动的总指挥呢 有幸得到大家的推举 有彼人梁某以及文先生共同来承担 好 好 现在请两位总指挥给大家讲两句好吗 好 好 好 梁师傅 在下就不献丑了 什么 哇 你不献丑 那就是让我们阿醒来献丑了 阿醒 你别那么傻 在下不是这个意思 实在是在下见识短浅 无法跟梁师傅相比 他交友广阔 见识远大 让梁师傅来讲是最合适的 温先生 这张好像是你的演讲稿啊 是这样 因为在下不太会演讲 所以提前做了些准备 也被不实之虚 避免太失礼了 啊 既然你有所准备 那我就不跟你争了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吗 啊 啊 那那这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啊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这样好 请 好好好 首先 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这做人呢 其实就是你想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嗯 嗯 正所谓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 在这个大自然浩瀚的世界里面 我们只要 梁师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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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刚才非常激昂的讲那句 那句 你说我们有自由在任何时间去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我们不去影响他人 没有人有权力去阻止和剥削我们的这个权力 哎 他们就全睡着了 我明白了 以后我会慎严的 嗯 嗯 惨了 他们没有那么快醒过来的 怎么办呢 好在你还醒着 那只能够是我们三个人继续商议了是吧 那么我们到那边谈 好 好 好 两位夫人 嗯 你们挑选这里来谈礼金 无非是想让我来做个公正 可你们已经做了很久了 怎么还没有人说句话呢 气氛很僵 要不让我们来主持大局 温先生你一下如何 他们两个人好不容易才坐在一起的吗 如果由我们来主持 他们可能会找借口离开的 那倒也是 要是他们不在这里 就算我们谈好了 以后也会有变卦的 看看再说 好 好 同姐 好了 我们开始谈了 那就好了 开始谈 那就好了 首先要定好规矩才可以 原因是因为两位夫人 以往的交流方式比较特别 所以这次决定 如果哪位夫人想发言的 就必须要我站到她的身边才可以说话 否则就没有发言权 同意 同意 也好 别让某些人好像前世没说过话似的说个不停 这是你经验丰富 我就不和你争了 你前世是这样的 太阳快下山了 快点谈吧 好 你站过来 我怎么说也是个阵长 对我应该有点礼貌了 我对你已经很有礼貌了 你要是不满意就别站过来了 你 你什么呀你 是你自己没站稳 真是 妈 现在阵长已经站在你身边了 你快点说吧 你很着急吗 你女儿一向跟你一样都是这么没自知之明的 妈 你别这么说智柔啊 很多人都想娶她的 那你儿子说的才是人话 竟帮着外人说话 好了 好了 你们再这样吵下去谈到明年也谈不完 挺好了 我现在站在梁师母这边 梁师母 你有发言权 很简单 我要一百桌洗酒 一万大洋礼金 你发神机啊 你 还没有发言权呢 你吃错药物 一百桌喜酒 有那么多人来喝吗 是不是想把你祖宗十八的都请回来 还是你自己下去跟他们再多摆几桌呀 喂 发言权 我已经便宜你了 我四个女儿 你拿走了两个 要么换过来 你给我两个儿子 我给你米金啊 原来梁师母这么看得起我们的 你真是有病啊 我已经说过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来 这里丢了户 关我事 一时拉不出屎就说土敌意 撒不出鸟就来疯儿猛 你 不要再动手了 我自己来 走开 你有种子再说一遍 这铃丢了跟你说一把兵也行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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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师父我们走了 收到了 走啦 不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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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来来来 好好好 是 我也很久没有这么享受了 爸 文先生 你们是不是在想办法 帮我们解决澄清的事啊 就是啊 爸你让我帮你按摩了这么久 你只顾享受了 你说我们会不会这么不负责任呢 就是啊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帮你们呢 哎呀 哎呀 梁师父 文先生啊 你们的儿女真的是很孝顺的 不停地在帮你们按摩 这样的年轻人不多见了 真的是 不多见了 如果将来我跟龙哥的儿女能够那么孝顺 那就好了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哈哈哈 女儿孝顺儿子听话 真是让人羡慕呢 谢谢啊 谢谢 哎呀 啊 你们看见了吧 其实让你们出来这么做 就是想让别人称赞你们 啊 有用吗 传着传着就会传到你妈妈耳朵里 到时候他们知道我们这么享受 你猜他们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更生气的 哎呀 不会期太久的 到时候他们还要想办法去挑拨你们 让你们不开心 还有 要是让他们知道我和梁师父在这里享受着儿女服 你说他们还会不会这么笨继续这么下去呢 这么说还真挺有道理的 多谢爸爸 多谢梁师父 别那么客气 大家都快成一家人了 是 不过我不知道你未来的丈母娘会怎么想 不论怎样也好 我都非常感谢你 你肯这么伟大 爸 你肯这么伟大是什么意思啊 你爹的意思 他是说 是说 是 是 是说什么 梁师父 真的不好意思啊 在下也无能为力了 告辞了 这么快就走啊 走了 你再坐一会儿 梁回天啊 爸 究竟你那句你肯这么伟大是什么意思啊 伟大 这个单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宏伟巨大的意思 如果形容一个人的话 就是说他体格魁梧力大无穷啊 嗯 晶晶啊 他在看什么呀 都看了一个时辰了 我猜啊 他应该是想不到办法帮我们 可是又不想白白收了你的火川模型 所以就在假中沉思喽 你干什么呀 走了没声音呢 他在做什么呀 他平时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样的啊 喂 阿智啊 你在干什么啊 阿智 你别吓我啊 喂 智容啊 你帮我看看他 看看他怎么了 喂 喂 喂 抽筋了 你到底怎么了 不行啊 我快把他弄回家吧 来 来 来 这样 你走 嗯 什么意思啊 做作戏想想事 镇长当年是买选票的 朱若荣的老婆不能胜 这些都是不能说的秘密啊 他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把这些不能说的秘密公之于众啊 到底是什么呀 你说清楚吗 嗯 我已经想到帮你们的办法了 嗯 哎呀师叔姑啊我很害怕 怕什么 我们就像做了个炸弹出来 但又不知道他的威力有多大 现在害怕已经来不及了 眼线已经点着了 啊 你刚才说什么 没说什么啊 没有 我明明听到你说我女儿是客服相啊 有吗 有吗 没有啊你听错了 是是没有你说了 听错了 怎么会听错啊 你明明说我女儿客服 所以被人在退婚 还说我女儿患了暗病 没有啊我真的没说过 你听错了 是 听错了 听错又怎么能听得这么详细 这么良贯 这么合情合理啊 老实招待 到底是谁这么说的 没有啊 是不是文夏那个女人说的 我太棒了 快走快走 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快点快点 还有个其他东西啊 没有了吗 快一点啊 他就要到了 快进房间了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有什么事进去再说吧 为什么 媳妇啊 是这样的 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啊 为什么啊老太爷 那那那那把秘籍啊 秘籍 是啊 到了这个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不交给你了 先进去 先进去啊 进去啊 进去再说 哦 臭三八 你给我出来 蔡兄 莲师母 你们靠边站 臭三八 你这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到底谁是臭三八啊 你说我女儿坏话 我叫你臭三八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你快点出去把事情说清楚啊 我没说你女儿坏话哦 现在外面人都在说我家智柔是可夫扫把心没人要 算是天底下所有人鬼神 谁会像你一样这么没口德 这件事情可能是个误会 不如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千万不要冲动啊 你给我闭嘴 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讨回公道 你在这发什么神经啊 镇上每天都会有人说别人闲话 也每天会有人被人说闲话 哼 你刚从地底下搬上来住啊 我家智柔平时对人这么好 不可能有人说他闲话的 倒是你儿子娶不到老婆 所以对他进行报复 我没有 不然你说怎么都行 哼 你敢不敢砍鸡头烧黄指对天发誓 没问题 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要么就不杀 要么就不杀 要杀就杀 一百只 然后那些鸡呢 就归我所有 我 不然你说砍就砍 我不是很没面子啊 敢吗 我不敢 我就买一百只鸡当做门票 看看你是怎么表演被雷劈的 他们为什么要杀这么多鸡呀 那些鸡很可怜呢 别乱和话 他们已经斗得没有理性啊 你再乱说话 连你也傻呀 不不不不不不 时辰到 刀下刘鸡 我相信你把鸡都放了吧 这些鸡往哪儿来的 从鸡身上飘下来的 夫人回家吧 那些鸡怎么办 别抢了 不要抢了 不要抢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呢 是白河头酒 我们首先把河气生财书打开 翻到第九章第五节 好 夫人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诵读啦 好 预备 请 镇长曾经和我们说过 三元阵的人啊 你们不要动怒 不要互相妒忌 更不要互相仇视 互相见他 不要说人是非 下棋应该举手不回 在旁边看的不应该举手画脚 最凡应该准时讲那 我们应该相亲相爱 因为大人曾经说 我们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 所以我们是同一个祖宗的 大家都是守和祖 是成文和史 所以要和气 和气可以生财 大家读完了以后都应该明白了吧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梁师傅带领我们一起来唱 和气生财歌 好 大家打开歌书 和气歌 预备 一二一二三四 我们都是猴子的子孙 圆圆的后代 大家都是一只星星 一人在手拉手 我帮你出帽 你帮我转使 我帮你出帽 你帮我转使 喝一杯 喝一杯 好了 来干杯 我们喝了这杯以后呢 以后大家就做好朋友 来 来 来来来 没事 来来来 来干 请 好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两家的婚事 到这个时候 我想你们两个应该不会再反对了吗 还怎么反对啊 至少被人说成这样 如果不嫁 就等于说那些谣言是真的 真不知道谁怎么没口德乱说话 一定遭天谴 就是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 我不会为把老鼠放进米缸 就搞出这么多事来的 说不定是贼喊捉贼 来 现在应该是我们拿注意的时候了 是吧 当然了 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之主 是 是啊 走吧 去哪里 去喜双飞吗 你发财了 去喜双飞 还是去喜双旺吧 去喜双旺 不会吧 那里的东西不好的 做生意也不诚实 全镇的人都知道的 没关系 这些东西没人会注意的 没人会注意 不会吧 一切的不足都会被展才的光芒所掩盖的 她是你和我的儿子 也就等于是喜双飞出品的 那个智柔大头菜的女儿 那就是喜双旺出品的 可以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要图个吉利吧 喜双飞呢 就是喜鹊双飞的意思 而喜双旺 做了人觉得是喜剑双双死亡的意思 你不为别人着想 也要为自己的儿子着想吧 对吧 你几时变得这么迷信的 我说你就不要省那么一点点的钱 怎么说都是第一次办喜事 怎么可以丢人呢 说到丢人了 娶了这么一个媳妇 那这是台关才掉裤子 丢死人了 还有什么更丢人呢 我是一家之主 我说了算 喜双飞 谢谢啊 吃点东西啊 好好好 谢谢谢谢老师傅 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好好 慢用慢用 好好好 安南安南 你不要在这点哪 人家还在这儿 你怎么好意思呢 为什么不点啊 到时候少了东西 他妈绝对不会承认的 那个时候吵架就不好了 你别管我了 哎呀 就让他清点一下吧 过大礼嘛 还怕有人会贪小便宜嘛 诶 真才啊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儿子 过段日子呢 我们就是亲家了 那你就不用天天给我钱喝茶了 一个月十文钱左右就够了啊 你放心吧 就算智柔管不住我大哥呢 我也会管住他的 到时候啊 他一文钱都不给你 那就一定不会逆你的意思了 张财啊 我这个你暂时的未来岳母呢 不是想不以为呢你 不过这份你这么重呢 我真的不敢收了 伯母 你什么意思啊 安南 你又在搞什么 我猜你妈呢 是怕东西太重害你们辛苦 所以所有彩礼呢 都是轻轻的 不足乘 不可能啊 怪不得拿起来那么轻啊 怎么会这样啊 妈 会不会是分两次拿过来啊 宋大礼也分几次 什么意思啊 不过这样 我就很大方了 我不禁不收你这份礼啊 我还有回礼呢 回礼 放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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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忙 来来来来 很重 放这里 哥 他们怎么会回礼的 哎呀 梁师母这回真是好得没话说了 不仅不收我们的礼 而且还回了礼 夫人 到这个时候你还有些天去喝茶呀 妈 怎么大礼的分量都不对的 喂 你不是连大礼也动了手脚吧 啊 你是不是那天买完东西以后 趁我不注意要去捡这个捡那个的啊 我也是量入为初而已啊 哎 我们又不是穷成那样子啊 干嘛要量入为初呢 那个智柔值多少就给多少了 妈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智柔是无价的 啊 儿子啊 你也是无价的 是 以后我们还要帮他们养女儿呢 他们养二十多年而已 我们还要帮他们养几十年呢 这样算起来 他们给我礼金还差不多 啊 那不如这样吧 等智柔过门了呢 我们就把它卖到妓院去 嗯 到时候就不用养了 而且还可以收回所有投入的成本呢 你说什么啊 总之呢 我觉得我是没错的 你你你你 来 各位喝茶 喝喝喝 请 喝茶喝 请请请 可以开始了 嗯 尽管开出个条件来看看 是 你忽悠我呀 刚才不是整张清单都拿出来给你看了 还问 爸 啊 可接受范围之内 要看得仔细一点 现在是你在忽悠我吧 我不懂字 你叫我看哪 看什么呀 哼 笑我文盲啊 爸 怎么办呢 可控制范围 你现在什么态度啊 谈不拢了 我儿子可有大把选择的 哼 我怕你个头啊 我女儿啊 大把人排着队娶她呢 好 行了不用说了 再见 我也不是很想看到你呀 哎哎 还谈不谈呢 哈哈 如果有人懂得翻译 会听牛话 那就谈啊 哦 原来你这只猪耳朵也能听懂人说话呀 真是大发现啊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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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候轮到我们这些做长辈的说几句了 温老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媳妇和梁师母说不到一块的 这样吧 就请梁师父和伯仁决定一切婚礼的事宜好不好啊 好 撞远就是撞远啊 说句话呢就立刻押住台了 我反对啊老太爷 不能反对 一来大家都赞成 再说你们两个是弃权在先 老人家决定在后 喂 你两个不要那么过分啊 好吧好吧 梁师父就这么决定了 就这样决定了 就这样决定了 未来亲家 我们慢慢聊 好好 相信两位夫人一定会尊重我们这个一家之主的决定 嗯 一定会一定会 那我们就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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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荣 妈 在这干嘛呢 没有 我是想我明天要嫁了 就收拾些东西咯 您要用的东西 不是都搬到男家了吗 嘿嘿 我看着看着呢 这样舍不得 那样也舍不得 就都收拾过去了 你不会是想不回来了吧 妈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难道你想让我住回来吗 百无禁忌 你啊 别人说 嫁出去的女儿 就像泼出去的水 哎呀 妈 你别这么说了 其实我也很舍不得你们的 你放心吧 以后呢 我一定多出时间回来看你 你嫁到那里以后 真的要安安分分呢 那 这些呢 是让你带过去的 我 千万不要让人发现啊 就连展才 也不要让他知道 妈 妈不在你身边吗 可以为你做的 只有这么多了 记住啊 必要食材用 不可以随便用的 你突然给我这种东西 我真怕我不知道怎么用啊 你又怎么不会用呢 又不是没用过 妈 你怎么这么说啊 就很多东西都没用过吗 我怕到时候用起来 笨手笨脚的 你真当我不知道啊 就算我不教你啊 你师叔也会教你的 妈 你说什么呀 师叔公怎么会教我这些呢 哼 我那天明明见到他 在你面前耍峨眉刺的 你当我不知道啊 妈 你干嘛真的给我一些峨眉刺啊 你明天就要深入虎穴了 当然要带一些防身的武器了 不然你以为我给的你什么 没有啊 你不会以为我给你的身体一些东西吧 你坏啊你 不是啊 哪里是啊 哎 这东西呢 我想我还是不需要了 你真的以为那里很安全啊 那也没有你说的这么危险吧 哼 骇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 你自己想想 你那什么那样的未来婆婆 根本不想你过门的 为了赶走你啊 有什么做不出的 但是我老公他 拜了堂了吗 我未来老公啊 一定会很照顾我的 他说我是他的小宝贝 所以我觉得很安心啊 你那个药罐子老公啊 他都自身难保了 还说保护你 你入室未深啊 那些恶毒婆婆呀 永远都觉得 娶了她媳妇回来 就是跟自己抢儿子的 所以就千方百计要赶她走 如果儿子不听话呢 就自己下手 不是吧 不是吧 那些这样的恶毒婆婆啊 最厉害的就是下毒了 那 你那盒子里有支银针 你那什么吃进嘴巴的东西 都要拿根银针试吃 有没有毒才能放进嘴里 还有 尽量不要走进井边 就算一定要走过去 也要先看看后面有没有人 不然一个不小心被婆婆推了下去 那就喊都没用了 去茅厕呢 就要二听八方 一定要看看有什么特殊动静 一有什么动静 要立刻穿好裤子冲出来 不然让人翻锁在里面 一把火笑死你 睡觉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一只眼开 一只眼合 轮流着睡 最要紧的 就是把那个峨眉刺 放在枕头底下 知不知道 惨了 那我不是不用睡了 你想少睡还是常年呢 娘子 很晚了 不如睡吧 那不就是死魔吗 我帮你偷了鞋子吧 这样还没有尊严呢 问问老爸爸 看他那事是怎么样的 妈你怎么在门口啊 你想去哪里啊 我去找老爸啊 我去找老爸啊 找你爸干嘛 我找老爸有些事要问 问什么 问他喜不喜欢智柔啊 用得着问嘛 那么好个人 你娶个阿婆回来 他都会喜欢的 妈 我明天都结婚了 你不要再这样说了 我不是说我反对你 都已经这样了 大家都没得回头了 我是来跟你说 以后呢 要照看好智柔 我知道啊 别那么顺口 他出来乍到什么都不懂的 你真的要照看好他 这是做丈夫的责任吗 你放心了 以后呢 我跟他早午晚 三次跪下给您侦查 一次都不会少的 我不是说这些 我是说呢 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不要让他做 他不应该碰的东西 就别让他碰 别以为去了人家过门 就什么都让他管 妈 你对他真好啊 那最最最重要的是 找个水泥工来看一下 哪里有坑坑洼洼的 全都填好他 儿子 你干什么 干什么 起来啊 妈 我之前 你以为你不喜欢他 很不想他入门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早就当他是你的女儿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当他是我女儿 你叫我去填补那些坑坑洼洼的 怕他跌倒 这么细的事都能想到 我这个做丈夫的真是自愧不如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怕他跌倒啊 我是怕他不知道会放些什么 在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 我怎么知道他不是来做特务想搞破坏的 到时候他放一些活药在那些洞里 我们不就多亏了他想死也不难了 你要寸步不离的跟着他 分分钟定紧他 千万不能让他在这装神弄鬼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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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请 请坐 你们请 来来来 恭喜 大方 梁师母 我为了你这一顿 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腾空的肚皮吃你的爆针赤毒啊 那鱼鹏要多吃一点了 有服销售再说吧 为什么没有 来 喝杯茶 我们这次酒席赚了多少钱 还不够送人情的 不过是以你的名义送的 都不知道干嘛要听我 个天都不熟 不过幸好 别人送人情 在你工资里扣掉了 旁美芷柔都嫁了 看来我有希望了 你在做梦啊 我真的有这么差吗 我真是惨了 惨了 新娘找不到了 智柔 找到呗 没有啊 没理由啊 他这么想嫁给展才 怎么在这个时候他会走呢 他会不会是心急过头 等不及花轿 自己一个人都去担家了 不是吧 是就真是羞愧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躲在这儿啊 我我我我好怕啊 你怕什么 妈她说 我的未来姑婆会堵死我的 又或者会推我下井 再不是就趁我去茅层的时候 放火烧死我 我不想死得这么难看 我还是不嫁了 时间都快到了 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对啊对啊 都这么晚了 为什么还不来呢 我知道了 一定是教父走的慢 干嘛那么紧张啊 你怕他不过门呢 哎呀惨了 教父说过的 超时要加工资的 而且要加三倍呢 我我我去看看啊 快点去快点去啊 有那么久 真是太阳都下山了 肯定是你的智柔 太胖了 扛到那些教父气喘 没关系啊 快点 你不用那么惆怅啊 回来了回来了 回来了 快点 快点 准备踢 踢 快点 别跑 要不要这么大一串啊 只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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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他人呢 没 这都不肯上轿啊 为什么还没上轿啊 我也不知道啊 臭糟糊 拿够一场小型街头泄斗的武器 我要帮我儿子抢新娘 惨了 惨了 闻家一家老少 超级家伙 过来提管啊 提管 夫人 把人交出来 叫什么人呢 只有呢 钱都收了 想不给人呢 喂 你说话好听一点啊 我们现在是嫁女儿 不是卖女儿啊 我管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啊 总之现在花轿就在外面 今天如果接不到人呢 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口 我正有此意 阿里阿宽 是 下闸锁门 坐了 坐了 其实智柔在房间里面 哦 那我可不可以去看看他 哎呀 不要这样嘛 这样不吉利的嘛 嗯 事到如今 有我蔡吉利在这里压场 做什么事情都吉利的了 去吧 哎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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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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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展才的脸红都毒的 当然啦 我儿子那么有家教 去女孩子房间应该会脸红的 哪像有些人呢 连袖子都不知道怎么血 哎 不是说你哦 我是说你的展才从小就是要罐子 现在这人说不嫁给他了呢 他受不了刺激 所以那血是嘻嘻刷刷的憋上了脑 我也不是说你 你这样说还说不是说我儿子 我说的没错啊 不是说你啊 你 你在怕什么 我不能说的 展才 你这个时候 一定要给我最大的支持和安慰啊 有什么事 过了门再说 过了及时就不好了 不行啊 我一想到这些呢 我就脚软 我走不了路了 你脚软也不要紧啊 媒婆会背你的吗 不是啊 估计咱害怕的头都晕了 我真的好怕啊 志柔啊 我有句话 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啊 你是不是想不要我啊 我 我 真的 我真的 志柔啊 你这样捏他的手 他藏得都晕胆了 那他为什么不出生啊 你那么用力他甩甩不掉了 志柔姑娘这样啊 我知道你也是不想离开这里的 那 你喜欢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 这样行吗 不行 哎呀夫人 这个时候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好吗 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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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媒婆说要快一点啊 怎么会这样 今时已经过了什么时辰都无所谓了 不是这个问题呀 媒婆说 接下来的四十八个时辰全都是凶时啊 凶时 如果凶时结婚的话呢 就会祸及双方家人呢 别说那么多了 战争少爷到现在还没行 怎么办呢 嘿 我有办法 我是先准备了一只公鸡 跟他拜堂啊 好 你没有事吧 我没事了 老太爷 我要静心人啊 谢谢你 老太爷 你身体不好 不要喝那么多了啊 我身体很好的 我知道 可你的心脏不好吗 哈哈哈哈 你的心脏才不好了 对呀 你干嘛说爹的心脏不好啊 你黑心啊你 其实我们整堆人喝就果然 独有你们两个傻瓜的 就说呢 他们两个结婚才可以冲喜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这顿饭吃了嘛 我们才有这顿酒喝嘛 你的意思是 冲喜是假的 你这样说什么意思啊 之前斩才跟智柔的是非 又是你们策划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是我们忽悠你们的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你们有张良记 我们有过桥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两个臭皮匠 你怎么记得过我们这么多诸葛梁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诸葛梁啊 嗯 谁要此理 简直可脑也 干嘛啊 两位夫人 你们已经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了 啊 啊 例如哪一句啊 例如 你们说合伙 才能让斩才和智柔成亲呢 这 还说他们两个是臭皮匠哦 啊 这不有趣吗 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样很可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在骗我 幸好 杰茜茜 金 Like 金! 顺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